由于最近天气失冷 民众捐血的意愿降低 以至于血液的库存低于安全库存量 捐血其实是令人立即的扇行 不但可促进新陈代谢 更可以帮助伤患拯救生命 呼吁民众卷起袖子踊跃捐血 最近比较严重 因为AV型的剩下3.9天 其他的血型大概都7点以下 而且天气比较冷又 最近又下雨 捐血的人比较少 我当学生时代就一直捐 也不晓得捐了多少次 不晓得 记不得 反正捐血是好的 你可以排除体内的不用的血 可以造新的血 应该精神可以舒服一点 所以我这次捐500 500也没有感觉 知名业者热心公益 在每年119日举办这项活动 期盼民众发挥热心与热血 一起响应捐血活动 捐血一带做人一名 公导无量 因为现在缺乏 响应捐血活动 又可以吃牛肉面或排骨面 保护身体 保护身体 公益是多多亿散 我今年算版第六年了 希望突破去年257块 今年想办法把它突破300带 捐血就是发挥我们热心 给它热血 议员侯明科相当肯定这项活动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除了肯定业者的热心公益之外 也感谢参与民众的响应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李小分队来基盘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官会活动 这个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年了 尤其我们都知道官会的救人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尤其我们中心李小分队 我们的国民团团队 李鸿昌李先生 他每年的付出 真的受到大家的困点 还有也保佑说大家来认真 有时间来关会来救命 来救人好一个人 大家捐血做公益 大家快快乐乐过青年 冬季因为天气寒冷 民众捐血医院低 再加上感冒人数增加 使得符合捐血条件的捐血人减少 是国内血荒的高峰期 借由这次活动 让民众卷起衣袖 用行动为寒冬注入热血 一起响应这项有意义的善行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